大家好,我是依依 今天买了一堆大骨 分别是十元一斤的大骨头 肉很多 七元一斤的大骨头 肉还可以 五元一斤的肉 就很少了 五元和七元的用来腌制骨头 今天用大骨头和花生 给大家分享个营养又美味的 新吃法 这根大骨十元一斤 花了15元,肉这么多 先把骨头清洗一下 洗净表面的血水 然后把洗净的骨头放入锅中 加入姜片 加入清水 没过骨头就可以 开大火烧开 下来准备200克的花生 加入温水 浸泡20分钟 再准备200克的大米 花生和大米 根据自己家的人数进行加减 先把大米清洗干净 洗净后 再加水浸泡 锅里烧开后撇去浮沫 这一步能去除肉里的血沫和粘东西 也能去除大部分的瓢链 再焯水三分钟 把焯好水的骨头放入温水中 再次清洗干净 把表面的浮沫洗净 洗净后 把骨头从中间挑断 这样骨髓保留的比较完整 营养不会流失太多 然后把剁好的骨头放入汤锅中 放入姜片 加入足量的清水 开大火烧开 煮开后 继续用大火煮10分钟 这期间要不停的打血沫 还有去除骨头里的残渣 这样熬好的汤 才会又鲜又浓更好喝 10分钟后转小火 再盖上锅盖炖30分钟 接下来时间把泡好的花生去皮 用手轻轻一挤 花生皮就能轻松的去除 花生皮全部去除好后 再清洗干净 大米也泡了差不多了 把多余的水分倒掉 锅里的汤熬30分钟左右 加入大米 还有去皮的花生 开大火烧开 这时搅拌搅拌 防止大米粘锅釜底了 锅里再次烧开后 转小火再熬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 骨头和花生熬得软烂了 再次开大火 把汤汁煮得浓香一些 加入盐调味 再煮5分钟 期间搅拌搅拌 让大米和骨头汤完全融合 合起来会更浓香好喝 接着把洗剑的葱 切成葱花 装入碗中备用 5分钟后 发生大骨粥 已经熬得完全融合了 把粥倒入砂锅中 撒上葱花 就可以关火了 这样做 肉质软烂鲜嫩 舀入碗中就可以喝 好了 营养美味的花生大骨粥 就熬好了 这样熬的大骨粥 加了花生 特别的浓香鲜美 原汁原味营养又丰富 特别好喝 小孩在长个期间 可以多喝这个粥 孕妇产妇也可以喝 特别是产妇妈妈 这个粥下奶效果不错 做法用料都特别简单 不腥也不柴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在家也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 点赞 评论 转发哦 咱们下期视频见 好喝吗 特别香啊 超好的 白糖 蜜蜜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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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